首先我們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做什麼 第一階段就是輸入 輸入那個什麼呢 身高跟體重 你會發現身高是Cm 可是這個公式 它這個公式是公尺 也就是說你輸入的時候是公分 但是你在計算這個BMI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公尺 然後呢 再去做什麼計算 然後這邊有一個身高的平方 我前面講過嘛 我們算數運算值裡面有個乘乘 乘乘2就是2的平方 所以假如我要做出BMI的話 並且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所以第一階段我們的需求是 把BMI計算出來 並且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那這個程式該如何撰寫 那這個當然呢 我已經把寫好的程式 已經放在雲端的白板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在第幾頁 第10頁的地方 第一階段 那總共的話就10行啦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呢 我如果要取得身高 所以第一個 我們就開一個空白的 這個是已經做好了 開個空白的 第二階段的話 把上面的註解delete掉 因為上面註解不需要 然後我一般喜歡是按Ctrl加 把它字放大一點點 那首先的話 當然我們要得到什麼 得到身高 所以呢我用H H這個變數 讓他輸入 H等於什麼呢 等於Input 請你幫我輸入什麼 Input這個資料 那什麼樣的資料呢 就是請輸入身高 H底下我就 來一個 請輸入身高 這樣OK 好他就看懂了 但是呢 身高部分的話 可能有的人會比較在乎那個小數點 比如說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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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有小處點的數字 然後再來的話請輸入什麼 請輸入那個體重 所以我把這一行給貼過來好了 其實直接貼得比較快 把它改成W 這邊的話呢把它改成體重 請輸入體重 但是計算BMI的話還有個地方特別注意 我必須把身高本來是公分 必須把它改成公尺 所以必須除以百 當然你可以在這邊除啦 或者將來計算的時候除也可以啦 不過我習慣在這邊除 除完之後的H 基本上就是 以公尺為單位 所以這樣的話我們就 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就輸入身高 輸入體重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計算BMI 所以再來產生第三個變數就BMI 所以這邊的話就BMI 等於什麼呢 公式的話呢 在那個什麼 雲端上面其實 如果這邊有個公式 BMI等於 體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但是要公尺 所以呢我們就把公式帶進來 體重 除以 身高 雲端 的平方 所以平方是乘乘 2 OK 當然呢你也可以先把它乘完之後呢 再去除 或者是什麼呢 其實理論上這個不刮好像也可以啦 但是一般習慣我會把它刮起來 那這樣的話呢基本上就是得到BMI 再來的話呢我們就把結果print出來 print什麼 print BMI 那所以呢你就把這個BMI的結果print出來 那就得到結果了 我們來試一下 OK執行 那請輸入身高 假如是170好了 然後體重的話是 是70好了 這樣的話到底有沒有標準呢 我們按個Enter BMI就出來了 24 0.2214 可是呢 你會發現喔 因為我們用float的關係 所以它小數點 這麼長一串 那假如說呢我只要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數的話 該 怎麼做呢 OK特別注意喔 所以第1階段喔 我們是把那個BMI給計算出來 這個是第1階段 第2階段的話呢 請各位把什麼 小數點取到 第2位數的話 該怎麼做 如果要把它取到小數點的第2位數 其實方法很多啦 不過我比較建議 你們可以記一個 就是format format有點像是Excel裡面的那個格式化 有沒有我們在Excel不是 小數點的話就是什麼 小數點幾位數按一下 其實就可以格式化完成 那可是在那個Python裡面沒有那麼方便 那怎麼辦 我們就另外一個方法 用format 那format怎麼做喔 特別注意喔 format 它你可以把它當兩個地方看喔 那個format相對的比較困難 比較容易做錯 但是在這邊我已經有 把公式放在這裡喔 本來這邊只有放BMI 就是沒有格式化 可是呢如果你要格式化的話 基本上 第一個你需要跟他講說 我先把這個刪掉 第一個呢你先跟他講說 我要格式化到第幾位 的 那個什麼呢 格式的公式 那公式的話一定是文字喔 所以我們 先在這邊 加一個 所謂的那個雙引號 再來的話呢記得喔 他的規則一定是 裡面如果要放資料一定是大瓜糊 然後呢 假如說要取到小數點的 第二位數他的 這個公式是 冒號 點 2f 那點2f 意思是說 在這個小數點後面的 這個後 兩位 f的話是什麼 應該是flot的 縮寫吧 意思是說我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數喔 那這個規則喔 可能剛開始你們會覺得 比較陌生啦 不過慢慢習慣這個都固定的喔 所以喔我的規則是這樣子 這個是他的 format的格式 格式的這個公式 那後面的話呢記得喔 在這個文字的後面加一個點什麼 點format 意思就是說呢 我要根據前面的這個 什麼呢 格式的公式喔 幫我格式化一個變數的資料 什麼資料呢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請你把 BMI帶進來 然後後關符加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他就會怎麼樣 幫我把BMI本來是這麼長一串 小數點到 不知道到第幾位 加到這邊來之後的話 他就格式化到第二位了 所以得到的結果就是24.22 我們來看一下 同樣的那個公式我其實只是改了加了一個什麼 加了一個format 有沒有原來是只有BMI啦 現在是 加一個公式 點format 括弧BMI 特別注意喔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這個也是規則 然後呢執行給各位看一下喔 執行 我出一樣的喔 170 Enter 70 Enter 這個時候各位可以看到我把它放大一下 Ctrl加號 那你會發現呢本來是 這個小數點位數非常的多 這麼一串 經過了這個有沒有 點format的話 他得到的就是什麼 24.22了 那你想說老師那如果我今天要改成小數點第1位數怎麼辦 很簡單 把這個2怎麼樣 改成1就好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你要幾位數呢你就是在這個數字上面做變動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第一階段是先把什麼 BMI做完 第二階段呢 輕易把它改成小數點的第2位數 OK 利用什麼用format 這個format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不會format的話 就有點像是在eSale裡面你不會格式化資料 到底是一樣的 OK 好啦 把畫面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兩個部分 先寫出BMI 然後 再來 把它格式化到小數點第2位數 那我們待會要第3階段 第3階段是什麼 你如果你有BMI 再來就是做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如果你的BMI在多少多少之前 是應該是過輕 多少多少是正常 然後多少是 這個過重 過重好像又有分4個等級 那這個部分待會我們再來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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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